When the movie was over 那我们继续看课文的最后 女孩子的感受是什么 When the movie was over over是结束的意思 当电影终于结束了 我就赶快 make an excuse to 我就赶快做出一个借口 to do something 做出一个要做什么事情的借口 我就做了一个想要赶快回家的借口 I made an excuse to go home right away 我想要right away right away可以等于哪个字呢 可以等于immediately immediately就是立刻马上 我就跟他说我家里有急事 我想立刻马上回家 just as 这个just as翻译成就当 就在就当我呢 what's about to 这个what's about to 可以等于be going to 所以来我们换一下 when I was about to when I was going to 换一下同一字 was going to 一样后面加什么 圆v just as I was going to I was about to I was going to leave 就在我即将转身 离开的时候 he suddenly 天啊 他突然之间呢 grabbed it he grabbed it he grabbed my arm 他就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then he presented me with a ray rose 后来他就献给了我 with 有着一朵玫瑰花 他呢 有着 他拿着一朵玫瑰花 然后presented me 献给了我 and told me that 而且他还告诉我 told me that he really liked me 还告诉我他真的喜欢我 天啊 again 再一次的 again 再一次的 I didn't want to upset him 使难过 叫upset 使难过 使伤心 使难过 所以再一次的 我竟然在心愿当中 已经假装很享受电影了 所以再一次的 I didn't want to I didn't want to upset 我不想要再使他难过 upset him 我不想使他难过 所以呢 我就took the road 所以我就选择拿走玫瑰花 before running away 在我跑走之前 在我跑走之前 我就拿了玫瑰花了 好 那各位来看一下哦 这个before是连接词 before是连接词 连接前面的主词是I 那后面的主词 也是I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主词 可以省略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的原句 again I didn't want to upset him 再一次的 我不想再使他难过 所以呢 I took the road 我就拿了玫瑰花 before I ran away 在我跑掉之前 各位没有看到 这个连接词before 这个连接词 前面的主词是I 第二个主词也是I 后面的主词也是I 那么看看这个文法 我们刚刚学的 当连接词前后的主词 是一致的时候 什么叫一致呢 就是一样 当前后主词是一样的时候 连接词后面的主词 其实是可以省略 让句子更精简 所以动词呢 这个I可以省略掉哦 但是动词就要做变化 如果这个动词是主动的 那就改成ing 如果这个动词是被人家被迫的 被动的 我们就改成pp 那因为它是主动跑掉 我们就改成running 所以各位就看到课本上是 again I didn't want to upset him so I took the rose before running away 这里就是running ing的用法哦 主动用ing 再一次我不想让他难过 所以在跑掉之前 我有拿走玫瑰花 he shouted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 我逃走的时候 他在我背后叫着baby when I was escaping from this situation 当我正在当下 当我正在escape from 正在逃离 从这种situation 这种很尴尬的情况 逃离的时候 他竟然在我的背后叫我宝贝 my goodness 我的天哪 can you imagine 你能想象吗 you can imagine my surprise 你有想象到 你能想象我当时候的surprise 的惊吓吗 好吧 I have to 我真的一定要告诉他 我一定要告诉他实话 I have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 I have to reject 我一定要拒绝汤姆 because 因为I like Debbie 因为我真正喜欢的人是大卫 but I don't want to break Tom's heart 但是我又不想要伤到好朋友的心 但是我又不想break Tom's heart 我又不想伤了他的心 打破他的心 好 所以how can I tell him the truth how can I 我要如何说叫how can I how can I tell him the truth 我要如何告诉他实话呢 来告诉我们的寿语动词 来咯 告诉某人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写成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 Tell something to 多一个接系词to 再加第二个寿词 所以how can I tell him the truth how can I tell the truth to him 我要如何告诉他事实呢 如何说实话呢 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对不对 在拒绝别人 在接受感情 也是一门学问 拒绝感情也是一门学问 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之下 但是又能够清楚告诉对方心意 那是一件非常难的学问 好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这一课一开始就被放在我们这一侧的第一课 其实就是跟接下来的一个节日有关 我们有个Valentise Day 2月14号的情人节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一个课文去想想看 如果你这时候有喜欢的对象 你会如何表达情意呢 有些人其实会选择在旁边默默的关注 有些人会选择直接的告白 那不管是哪一种 那种都是一种感情学分的学习 那希望你在透过这一课 除了学到单字公文法 也可以学到这个爱之间的学问哦 好 那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边了 不要忘记课本后面的练习 要去把它写完拜拜 感谢观看